你们可知生活中还有一种柔软的金属 它的危害也不小 它就是拱 俗称水银 拱是重金属污染中毒性最大的元素 是水与病的罪魁祸首 一旦被误食 对大脑神经视力破坏极大 然而传统的水中拱检测方法 周期长 耗费大 无法及时显示结果和预警 从事高端纳米制造与研究的陈佩佩 历经五年时间 应用纳米加工技术 研发出可用于快速水中拱检测的纳米传感器 守护了亿万人的饮水安全 然而 这个研制过程并不太顺利 习惯了在实验室做研究的科学家 在野外工作中又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接下来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陈佩佩研究员 为我们打开纳米加工世界的大门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陈佩佩 来自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从事纳米加工及纳米传感器的研究 今天想与大家分享 利用纳米加工技术 进行传感器的研制 用于拱的快速检测的经历和故事 拱也称为水银 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常常使用在温度计中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 还有可能在化妆品 染发剂 医用的 比如说医用材料 牙用的材料 颜料等领域会接触到 那么除此之外呢 拱还是化工 冶金 仪器仪表等领域的重要材料 然而当拱超标的时候 会对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 那么在80年前的日本水椅湾 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水与病事件 那么当地超过万名居民 由于食用了被拱污染的工业品 然后排入海水中 食用了海产品之后呢 得了水与病 有超过1000人因此死亡 那么拱的水与病症状呢 会引起人的运动失调 语言 听力和精神障碍等 除此之外呢 拱还是一种遗传性非常强的物质 那么它甚至可以通过人体 带给胎儿 所以说拱也被称之为 一种持久性的有毒污染物 那么 那么我这里也想提一下 世界最深处的玛利亚纳海沟 那么在2020年 甚至在玛利亚纳海沟的淤泥中 也发现了拱 说明拱的污染已经十分严重 那么我国呢 是联合国关于拱的水与公约的 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在拱的防治和监测等方面 做出了很多工作 那么我们目前的拱的检测方法呢 是需要我们环境检测部门的工作人员 到样品的采样点来进行现场的取水 在采样点呢 进行酸碱度的测试啊 溶解氧的测试等一系列指标的测试 然后呢 再通过样品的分装 包括通过长途运输到实验室 在实验室呢 还要经过长达几十个小时的处理 方能进行检测 可见 目前水中拱的检测方法流程很多 时间比较久 那么 我国目前关于饮用水拱的标准 规定不超过一个PPB PPB的意思是十亿分之一 目前 传统的拱的检测设备 比如说常用的原子荧光法 它的检出线呢 是零点零四个PPB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标准值到二十五分之一 可以说 它的灵敏度 可以检测 进行拱的水中检测了 然而 它存在着体积庞大 成本高 耗能高 因此 难以携带如此大的设备 到现场进行拱的检测 可见发展拱的现场快速检测设备迫在眉睫 那么2017年呢 我们申请成功了国家级的一项项目 也给了我们利用纳米技术研制拱的快速检测传感器的机会 我们利用的是光学检测的一个原理 那么当我们光照射到物质的时候呢 在出射光的时候呢 去检测的时候 它的频率会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我们的光与物质发生了能量的交换 那么在检测到的光谱信号中呢 我们可以从左图中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物质呢 会有不同的光谱数量和光谱的位置 那么就如同人的指纹一样 是独一无二的 也就是说明这种光谱检测原理呢 可以检测物质的种类 在右面这张图 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种光谱呢 还有强弱之分 那不同的强弱呢 代表物质的含量 因此光谱检测原理呢 可以探知物质的含量和种类 然而常规的光谱检测方法呢 无法用于拱的检测 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国的标准是一个PPP 也就是十亿分之一 因此常规的光谱检测技术 它的灵敏度不够高 我们将利用纳米光学效应 来增强这种光谱检测灵敏度 那么当我们将物质 放在这个纳米结构上时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光照射在物质上时 它刚才我提到的光谱信号呢 就会有一个极大的增强 它的增强程度呢 甚至高达10的12次方 那么这个增强程度呢 还跟右边这张图中 我们这个纳米结构的缝隙相关 当缝隙越小的时候 它的增强程度越高 也就说明它的灵敏度非常高 甚至可以检测单个分子 也就说明完全适用于 衡量懂得检测 然而这种方法呢 也有技术困难 因为我们的两个纳米球之间的 缝隙的大小 大概在5个纳米 甚至是以下 才能起到作用 而我们要检测的物质呢 它的尺寸呢 也在这个量级 所以从图中大家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分子很难到达这个位置 它有空间的位阻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目前的加工手段来说 支配如此小缝隙的结构 有技术困难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另外寻找 灵敏度增强的途径 我们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 通过三维纳米结构 来增强SPP干涉效应 来提升灵敏度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标题非常长 不要害怕 我来简单地解释一下 那么当我们的光照射到这种图中 大家看到的三维纳米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在动画中可以看到 我们的三维纳米结构 会对入射光引发的电磁波进行调节 在一定的尺寸和形状纳米结构呢 会带给我们蓝色线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波动程度比其他的线要强得多 也就是它的电磁波的能量得到了增强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再把纳米结构放在我们虚线 这种增强的位置的时候 它的光谱的强度 就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并且呢 这种三维纳米结构的增强的效应 是不依赖于我们放不放 这个纳米结构在那里的 它放不放在 它都存在 所以呢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增强效应之后呢 我们对于这个纳米结构的 缝隙尺寸的要求 就没有那么高了 也就是说 我们缝隙如果拉开一点 我们的检测拱 也依然可以实现 所以呢 这种设计呢 也进一步降低了我们制备的难度 为了验证我们以上的想法呢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研究了百余种的纳米结构 大家可以在图里面看到 事实上 不同形状的纳米结构 会有不同的增强程度 也就是我们右边 谱线中不同的强度 比如三角形 四边形 六边形 有不同的强度 即使是同样的六边形 在横向尺寸和纵向尺寸 不同的时候 增强程度也不同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设计 合适的形状和 合适的尺寸 来得到一个最强的增强程度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 传感芯片的设计方法了 好了 我们看一看 芯片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右边这张图中 就是我们制备出来的 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芯片 每个芯片的尺寸呢 大概在两个毫米的边长 那么如果我们放大 看右边这张 左边这张图的 左边这张图的话呢 每一个芯片的敏感区域 它实际上都包含了 一千万个纳米结构 那么纳米结构上面呢 还有刚才我所说的 这种纳米的小球 纳米颗粒 那么这种芯片呢 在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 支配难度大大降低 但是呢 它刚刚研发出来的 传感芯片的成本 还是相对高昂的 我们要实用化 要产量化 要为大家所用 需要发展低成本的 批量制备技术 基于十几年呢 在纳米加工技术领域的 研究基础 我和同事提出了一种 类似于活字印刷的 纳米压印的方法 我们就是类似于 将一个盖印章的一种方法 把这个印章呢 做得特别大 然后分割成一个个的小块 再拼起来来进行压印 这样呢 我们的硬力会得到降低 会得到高均匀的 尺寸均一的 大面积的一次性 得到大面积的芯片 我中间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一次在四寸晶圆 也就是十厘米直径的芯片 大芯片上 可以得到一千只小芯片 图中的每一个小点 就是一个芯片的敏感区域 那么如果它放大呢 就会看到 我们上面那张图上的 一千万个纳米结构 制备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 十厘米直径的芯片呢 进行切分 封装 最后呢 就得到了右边图 所示的这个传感芯片了 就可以被我们 之后的传感器所使用了 那么这个传感芯片 是在什么环境中 加工出来的呢 大家可能有观众了解到 我们超镜实验室 或者叫无尘实验室 事实上 我们每天都关注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中 PM2.5的意思就是 颗粒 空气中的灰尘颗粒 尺寸2.5微米 及以下的它的数量 就反映了空气质量 那么我们纳米的概念 是微米的一千分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在通常的大气环境中 去加工这些芯片 那你的芯片上 将全是灰尘 没有纳米结构 把纳米结构 全部覆盖掉了 所以我们必须来在一种 超镜的实验室中去加工 事实上 如果大家关注了前一段时间 热播的电视剧三体 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纳米科学家 汪淼他的工作环境呢 就是这种超镜实验室 身穿捷径服的超镜实验室 也由于 这个小说的主人公的角色 与我们国家纳米中心的定位 比较一致 所以呢 制备这个传感芯片的场地 也就是我所在的实验室 也成了三体的曲景地之一 大家看到的这一段 来自三体电视剧的片段呢 他的两个话题 与今天我们谈到的话题 非常贴切 纳米飞刃这种利器 汪淼提到了 如果无法量产 就相当于没有研发出来 说明量产的重要性 另外呢 还提到了刚才所说的反应黑箱 反应黑箱呢 由于传感器灵敏度降低 不得不停计 说明了传感器灵敏度非常关键 好了 让我们回来传感芯片 我们建立了传感芯片的设计方法 也低成本地制备出了传感器 是时候进行现场验证了 我们首次的现场验证 选择了在山东省济南 当地的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呢 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我们首次现场验证的目的呢 是尽可能还原在实验室测量的那种条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携带了完备的物品 包括我们的传感器 包括其他的横温装置啊 还有其他的必备的一些物品 甚至呢 当地环境战工作人员 还有我们提供了一个放置物品的小桌子 首次实验验证表明 我们传感器灵敏度非常高 完全可以实现拱的现场的检测 然而大家可以从图中看到 我们下面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是便携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携带了大量的物品 所以首先从硬件上 我们要对传感性进行小型化 从左边这张图的台式的这种传感器 到中间这种图 我们研制出了可以手持式的传感器 体积非常小 重量很轻 可以很容易地放在便携测试箱中 来一场缩走就走的测试 我们还对传感器的软件 来进行了集成和开发 将传感器的软件 从分离的笔记本电脑上 集成到了我们的手持设备上 并且呢 还解决了我们目前光谱测试仪 它的数据不直观的问题 因为目前的光谱测试仪 只能看到原始的谱线 但是我们大众在使用的时候 非常非常不方便 我们的研制的软件呢 具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说是叫大众版 只要你的这个拱超过了国家的标准 就报警 方便大家使用 另外一个功能呢 就可以说是叫专业版 或者叫信接版 不但可以报警 还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拱的含量有多少 这样呢 方便环境领域的专业人士 为他们拱的防治的措施制定 来提供一手数据 好了 故事还没有完结 我们传感器还要经历各种考验 北京的冬天 常常在冰点之下 我们传感器呢 首先要经历低温的这个考验 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呢 由于低温环境下 我们传感器呢 响应的速度有可能降低 响应时间呢会延长 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携带我们实验室里边 用的这种恒温装备 它会非常的不具有便携性 刚才我们在那个图片中也看到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时候科研工作者 在平时的生活中 也会时常想起这些问题 在一次订外卖的过程中呢 激发了我的一个小想法 那个外卖的包装呢 是一个自发热包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自发热包 和我们的这个暖水杯 组成一个防寒神器呢 来抵抗住这种低温呢 我们开始在一次上完课之后 在中科院大学 距离中科院大学500米的燕琪湖 我们进行了测试 试试我们临时搭建的这种防寒两件套 是否好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这个是北京卫视的 为你喝彩的栏目 当时正好拍摄到了 跟拍到了我们测试的一个场景 这个是我想用自发热包 先加热一些水 然后呢 放置到暖水杯中 再把我们的芯片呢 放在其中 保持它的温度 来进行检测 好 现在我们传感芯片呢 放入带测的水中 我们将芯片呢 放入事先有热水的暖水瓶中 先等待一段时间 大家就可以检测了 好 我们大概等了十分钟时间 北京的冬天还是非常寒冷的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传感器 从暖水瓶中取出 将传感器呢 稍微的擦拭一下 放在传感器的样品槽中 这次我们用的是 预知报警的模式 一旦报警就说明了 我们检测到了拱的拱 烟气壶的水是非常干净的 我们只能通过事先加入拱 来验证我们传感器的性能 大家可以听到这种报警声 证明了我们防寒神器 抵抗住了这个低温的考验 当然在后面的测试过程中呢 我们研发了比较成熟的 小型的衡温装置 除了低温之外呢 我们还要经受住高温的考验 我们在40摄氏度的高温 高温火热的重庆 在重庆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传感器呢 也完美地经过了高温的考验 当然在北京的多 在其他城市 像宁夏石水山 我们还抵抗住了 不同湿度的环境的一个测试 还在北京的多条河流旁边 还有其他城市像河围 我们还验证了传感器的 它的其他离子的干扰 还有它的酸碱度的干扰 以及其他有机物质的干扰等等 最后呢 2022年 也就是去年的6月份 我们将研制的传感器 交付给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也就是咱们国家级 权威的环境检测机构 由环境监测总站的工作人员 进行第三方的验证 实验结果表明呢 我们研制的传感器 检测下线是0.004个PPB 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开篇提到的传统设备的 简出线是0.04PPB 也就是说 我们研制的传感器的 检测下线呢 比传统设备低一个数量级 也就意味着灵敏度 高一个数量级 那么经过与传统设备的对比 以及文献的调研 表明 我们研制传感器的性能指标呢 达到了先进水平 五年来呢 从传感芯片的设计 到传感器低成本的批量制备 从传感器的硬件 软件的研制 到测试方法的建立 从北京 上海 重庆 济南 合肥 石垒山等多地的辗转测试 到我们联合光学 物理 化学 材料 机械 以及仪器制造厂商的通力合作 我们终于成功研制了 拱快速检测 纳米传感器 由于我们建立了 从源头上建立了 传感芯片的设计 设计方法 所以呢 针对不同的物质 还可以设计特定的结构和材料 来进 对不同的物质来进行检测 那迄今为止呢 我们已经成功检测了十余种物质 除了重金属离子之外呢 还包括 小分子 例如 氨气 带氧化物等等 这也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成分 还包括 大的有机分子 还甚至蛋白的检测 涵盖了我们的药品 化妆品 食品 农产 微化品 环境 等多个研究领域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 如果说 拱传感器 只是我们传感器的一个应用领域 那么 纳米传感器 只是纳米加工技术的一个应用场景 纳米加工技术呢 是纳米精度的建筑师之手 它是在纳米尺度上 进行原子或分子的添加 去除 转移 搬运 来构造出纳米精度的精美的结构 那么 那这些 这些精美的结构呢 在很多场合有研究 有应用领域 大家目前 大力发展的 像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量子科学等 都是应用了 纳米加工技术 可以说 纳米加工技术 是这些 微型化制造业 以及前原基础的 器件加工的技术基础 那么 纳米加工技术呢 是极度依赖 高端制造设备 以及专门人才的 厂业 我们期待 有更多的人 加入此领域 新火相传 为提升 国家纳米加工技术 贡献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陈老师的精彩分享